非翡翠受众一直都无法理解翡翠的价值 在他们的眼中 翡翠不过是一块石头 还是一块被炒作过度的石头 毕竟出现在各大拍卖会上的翡翠 身价普遍都不菲 像这么一个简单的浮着 最后的成交价也是达到了惊人的5959万港币 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炒作 借此抬高翡翠的身价 但实际上还真的不是 商家其实也不希望翡翠价格一直高涨不下 毕竟高涨的价格会劝退不少买家 风险自然而然转嫁到了商家身上 而如今 缅甸是翡翠的唯一保湿级产地 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必然会引起价格高涨 在这个过程中 商家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翡翠价格上涨 最终的既得利益者还是缅甸方 即使是在翡翠源头地 好料子往往也伴随着令人责舌的标价 过高的成本价 让商家不得不思考所承担的风险 为了在风险和买家利益中取得一个平衡点 大部分商家都会偏向于高性价比的翡翠料子 因此在寻常的翡翠市场中 难寻高档翡翠的身影 实际上 高档翡翠也并不需要摆在柜台上出售 只要是品质好 价格公道的高档翡翠 往往在流入市场之前就能出售